茶眼神的副产品中利动多 基本这个绿茶、茶油、茶菇、茶面线、茶糖等等 还能结合美容保养品 让民众对于茶的接触 共感有不同的体验 将茶的利用家车发挥到倫理精致 小妈,我们终于来到这里面了 好凉爽啊这里 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这里是,就是三家水啊 大北坑,我们在两盘大北坑 对啊,而且听说这里的茶衍生品很多 还有美容品耶 什么美容产品啊,洗盐粉啊,通通有 而且啊,听说这里的老板娘就是用这个 酵素的绿茶洗盐粉,超级漂亮的 非常的神奇 我们现在就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老板娘 嘿,老板娘,你好 老板娘,你好 老板娘,我们刚看了这个东西吼 对啊,酵素绿茶洗盐粉 对啊,为什么会想要把绿茶用成酵素的洗盐粉 而且还要用成粉状的咧 它怎么不做洗面粉 哦,因为这个,这个成分是完全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 食物食品配方也可以吃的哦 可以吃 可以吃,对 吃用来吃,真的可以吃 可以吃,对 我们都知道茶叶有抗来抗氧化的功效 对 那抗氧化的话,相对的用在美容的效果上也非常好 也很好 可以让肌肤比较年轻 可以拿来敷脸 可以拿来敷脸之类的,那这怎么弄呢 因为是粉状 教我们一下,我们的鸡亚个很新鲜 对,鸡亚个很新鲜 对 好的啊 OK,来 放在一个容器里 一个小容器里 OK 然后我们再把它加一点水 我要加一点水 对,加一点水 给它拌匀 拌匀 那水量要 大概多少分量,给我们镜头看一下 分量看啊,看你要敷得比较厚 还是比较薄 对 这个量有放比较少一点,再加一些 好 再加一些 对 所以可以拿来敷脸啊,洗脸啊 那洗澡可以吗 可以啊,都可以啊 也可以洗澡 洗脸是怎么样 比刚清爽的感觉是吗 对,会清洁用品 对,会清洁用品 而且可以把我们脸上的一些污垢啊 油垢啊,都清除掉 因为它这含有天然的酵素 酵素就有分解作用 哦,就把一些脸上的 所以这个也有清洁肌肤的功效 可以用这个手式 哦 哦 那绿绿的跟 对,因为是纯天然绿茶粉 对 跟雷茶很像 这个手跟棉女也可以试试看 好啊 洗的时候,可以比较 两边的皮肤会感觉不一样 是哦 对 蛮香的呢 很香,就是 而且有点绿茶啊 就是抹 就是有点绿色就是 跟抹茶很像 对,就是绿茶粉 抹茶就是绿茶粉 抹茶就是绿茶粉 抹茶就是绿茶 对 那只要说我们敷在脸上的话 大概是8到10分钟 8到10分钟 对,你就把它开水 冷水清洗掉 所以我们看你这边有很多东西呢 对啊 这是 苦茶油 对 像我这个右手边这个苦茶油 它就是苦茶油素的果实 苦茶油素的果实 对 那这个茶籽油就是我们喝的茶叶的那个茶树的果实 茶树的果实 对 所以一个是呈现金黄色 金黄色 那 是哦 那苦茶油真的会苦吗 他们的功效是一样 功效是一样 会富吗 一般年轻人就认为说 他的 因为他的那个 苦茶树的叶子跟种子会比较苦 可是经过一些冷压的技术 制造过后 完全不苦 而且妈妈很爱用 对对对 这做叶子啊 然后还做那个炒鸡肉也很好吃 所以我们茶油面线是用这个做的吗 对对对 拌面拌饭都很好 而且有软味的那个 软味的效果 对 还有啊老板娘我看桌上有很多东西 那这是什么 这个是柚子茶 柚子茶 它长得七星怪状的 而且好特别哦 可以帮我们接车 这怎么做啊 这个是在我们大概八月中秋过后 比较浓咸的时候 有种那个柚子嘛 有种柚子 那时候就把它摘下大概两三天以后 两三天 然后在顶部把它用刀子 割开 割那个帽子 那个帽子不要丢掉哦 不能丢掉 这里嘛 然后我们再把柚子果肉挖出来 可以添加一些我们自己想要配的那个配方 像除了茶叶之外 有人会放那个佛手啊 佛手 或是紫苏啊 或是柠檬啊 柠檬 对然后再跟茶叶混合在一起 那这做完大概要放多久 对啊 大概做好放一年左右就可以吃 要一年耶 用热开水冲泡 所以我们得吃价值 还不行 不能直接吃 哦 那这个方便问它的价值 这个 无价 无价 就是越久 整天放了那么久 对对对对 随不得吃 那这些瓜子呢 像是粉茶瓜 粉茶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生产茶叶嘛 茶叶 那我们想说随着环境的改变 生产茶叶 就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 多元化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就做跟茶叶相关的副产品 像这个南瓜子 就是 那 右手边这个是绿茶粉 这是绿茶粉 跟绿茶粉一起炒 对 可以吃看看 可以吃看看吗 对 你吃吃看 酥脆对 很酥脆 那它这个是跟茶叶有什么结合吗 有 像这个是南瓜子嘛 南瓜子跟绿茶 混在一起 然后经过特殊的烘焙效果 就变成那个 绿茶粉瓜子 哦 就会长这样子 那这个白色的就是 本身是南瓜子的颜色嘛 是 那我们就添加了那个茶叶 下去跟它一起炒 很香耶 这都有添加茶叶 对然后也是经过 烘过之后 就变成茶叶口味的 哦 原来有这么多东西啊 好吃吗 还不错很香 可以当灵嘴 灵嘴 就看电视无聊 除了灵嘴之后 它也有养生的效果 这也有养生 因为它也含有一些像鑫啊 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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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只要跟茶叶相关的 都是健康又好 对啊 都是养生的产品 难怪老板娘这么漂亮 谢谢